我们来讲酸碱平衡,酸碱其实就是pH-资,pH-资直接影响到氢磁脂的浓度,我们身体其实很容易变酸,我们身体其实不容易变酸。 我们的身体为什么容易变酸呢?第一个,我们产生二氧化碳会变碳酸,第二个,我们的氧分分解也会产生一些无基酸, 比如说蛋白质在代谢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磷酸或硫酸,那还有一些中间的代谢产物,比如说丙酮酸、脂肪酸、乳酸,这都是酸嘛,所以我们身上其实不太容易产生碱性的物质, 我们身上比较容易产生酸性的物质。当我们身体太酸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就需要缓冲系统,什么是缓冲系统呢? 什么是缓冲液呢?就是说,当这个溶液当中有缓冲液的成分的时候,在当我们加入强酸跟强碱的时候,它的pH值不会剧烈的变动。 我们先简单的复习一下,阿瑞尼氏的酸碱学说,因为酸跟碱的定义方法在化学上还用不同的说法。 我们采用是阿瑞尼氏的酸碱学说,什么叫酸,溶于水之后会减移出H镇,什么叫碱,溶于水之后会适出氢氧根。 所以回到上一章。所以我们在今天加入强酸,什么叫强酸?强酸就是它溶于水之后,它溶于水之后会大量产生H镇。 那如果是强碱的话,是不是溶于水之后,溶于水之后会大量产生OH-5,那什么叫酸碱,什么叫碱冲液,碱冲液它就有个特色是,当我们加入强酸的时候,它可以把这个H镇吸收掉。 我加入强碱的时候,它可以释出氢离子去综合它的氢氧根,因为氢离子加氢氧根是变水。 那我们生物学最常举的例子是不是氢基酸或蛋白质?氢基酸是不是长这样? 我加入强酸的时候,我的H镇可以被氢基所吸收,所以溶于当中游离的H镇变少,pH值就不会掉很多。 当我加入强碱的时候OH-5,没关系,我COOH的这H可以释放出去综合你的OH-5,所以氢基酸或蛋白质都是非常好的酸碱缓冲的物质。 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身体如何帮助我们体液太酸?有三个方法。 一个是血液的化学缓冲系统,一个是呼吸,一个是肾脏,把多的H镇排掉。我们用这三种方式来达到抵御H镇的剧烈变化。 好,那这个就是你们申保的,又是阿爷这张表,一样跟着一起上色化线。 首先,我们第一个介绍是血液的缓冲系统。我们血液的缓冲系统里面有分成酸类型,一类型是碳酸跟碳酸清根。 这个普遍存在于血液跟组织液里面,就是细胞外溢的缓冲系统,它是用碳酸跟碳酸清根之间的转换。 其实学过化学都知道,什么东西适合拿来当缓冲液?化学老师告诉我们,就是弱酸跟弱碱的公二酸间对,因为它们可以没有往哪个地方特别强,可以往那边去,可以往这边回来。 所以,我们以碳酸的例子来说,当我加入强酸的时候,H症上升,我的清氧根会跟多的H症结合变碳酸。 当我加入强碱的时候,这H症可以释出,碳酸可以释出H症去综合它的清氧根。所以我们在血液当中主要的缓冲系统就是利用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我们血浆里面也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过,70%的二氧化碳在我们身体里面,是不是转换成碳酸清根在血浆中运送? 所以我们血浆当中碳酸清根还算不少,但是不少不代表说可以无限制的回活。 另外一个是,尿液当中主要的缓冲系统,我们用的是磷酸二氢根跟磷酸清根的缓冲系统。 我们都知道磷酸是三脂子酸,为什么我们身体的尿液采用的是磷酸二氢根跟磷酸清根的缓冲系统呢? 这个我有写在你申保的62页下面的注解释液,我用这张头影片跟你讲。 因为磷酸三脂子酸,它如果是在pH值等于3的环境,大概在pH值3左右的环境,它比较有利于这个东西的缓冲系统进行。 为什么呢?因为化学老师告诉我们,当磷酸液当中的氢粒酸浓度接近于kA值的时候, 或是我们把它写成pH值跟pKa接近的时候,它这个磷酸液有最大的缓冲力。 你们在化学上有没有学到这个部分?应该有吧? 当磷酸液当中的氢粒酸浓度接近于这一个酸的kA值的时候,这时候容易有最大的缓冲力。 所以你看kA1,这磷酸的三个子子酸,kA1,kA2跟kA3, 你会发现,在pH值3的环境,pH值3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容易当中氢粒酸浓度,大概是10的-3次方,跟kA1最接近。 所以理论上,如果你的尿液是在pH值3的环境,这个缓冲系统效果最好。 可是问题是,你的尿有那么酸吗?没有。相对来说,kA3,kA3在pH值12的时候, 这样的磷酸跟磷酸氢根的转换是最好的,缓冲系统是最好的, 因为kA3是10的-12次方。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尿液有这么减吗?没有。 我提一个数据给同学,我们的体液大概是pH值7.4,尿液也差不多是这个环境。 所以我们的尿液,你看,磷酸氢根跟磷酸二氢根的kA2大概是6.6×10的-8次方, 是不是很接近pH值7.4?所以这个时候的磷酸氢根跟磷酸二氢根的缓冲系统是最适合人类的尿液。 所以回到上一章,所以为什么我们不用是磷酸氢根跟磷酸二氢根的缓冲系统? 因为这道缓冲系统在人体的pH值这个区段里面,它的缓冲效果是最好的。 好,接下来第三个是蛋白质。我们身体里面哪里有蛋白质?到处都有。但是我们以血液来说, 因为我们介绍的是血液的缓冲系统,我们血液扣掉不能血球跟血浆,我们血球什么样的血球最多? 红血球,一个红血球里面有多少血红素?你们知道吗?两亿五千万。 一个红血球里面有两亿五千万,那一细细的血液当中有六百万至七百万的红血球。 所以血红素在我们血液当中的含量是非常的高。第二个是血浆蛋白,血液扣除血球的身价是血浆, 血浆除了百分之九十的水扣掉之外,接下来排名第二点就是谁?血浆蛋白。 所以血红素是蛋白质,血浆蛋白质是蛋白质,他们都有氨基酸,都有氨基跟缩基可以做酸减冠冲。怎么说?我们先看下一张。 比如说一般氨基酸或氨基酸,我们可以简单的写成这样子,COOH加在这个上面,NH2上面变成NH3。 所以今天我们把氨基酸或氨基酸放在一个酸性溶液的时候,酸性溶液代表H症比较多,所以多的H症就会被COO負所吸收,变成COOH。 当我们把氨基酸或氨基酸放在减性溶液的时候,NH3症就会释出一个症去综合氢氧氧氧。 所以我们氨基酸和蛋白质都有酸减缓冲的效果。 所以我们的血浆或是红血球里面都有非常大量的红血和蛋白质,那这些蛋白质都可以用来做酸减缓冲。 接下来,第二个叫呼吸作用,我们呼吸作用其实也跟酸减肯定有关系。 如果我们今天身体里面产生带动的H症,我们的H症是不是可以跟血浆当中的碳酸氢跟结合变碳酸? 然后碳酸送到肺这个地方,再还原成二氧化碳跟水,二氧化碳远不绝地排掉,通过肺把排掉。 当我们透过呼吸运动把二氧化碳排掉的时候,反应是不是一路可以往右? 所以是不是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面过多H症排掉? 但是,加分你来了,你要能够原原不绝地把你身上多的H症排掉的先决条件是什么? 你必须要有一个先决条件,我们身上产生多的H症,它才透过这个反应最后产生二氧化碳,透过肺的呼吸运动排出体外。 它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我们说化学反应要进行,有时候会有一个瓶颈,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反应物会影响到化学反应的进行。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化学反应要持续往右,会有一个分子,会有一个成分,是一个瓶颈点。 我们身体那个东西要够多,这个反应才会一路往右。 什么东西?举手,打退,加分。 对,碳酸清梗。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身体的碳酸清梗不够,我即使有再多的H症,我反应有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就是卡在这里。所以我用这个例子跟同学讲,为什么我们的肾脏要想尽各种方法,把绿意当中的碳酸清梗全部回收? 因为碳酸清梗太珍贵了,因为如果我们身上的碳酸清梗不够,今天即使有多的H症,反应也无法往右进行。 所以我们身体会想尽各种方法,在尿意形成的过程当中,把肾小管里面的碳酸清梗,想尽各种方法再回收。 回收之后,这个呼吸运动所产生的酸减缓冲的效果才会出来。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衔接到肾脏。所以我刚刚讲的问题,其实要衔接到我们接下来第三个要讲的内容,就是肾脏在排泄的过程,它当然也可以把多的H症排掉。 另外一个方法,它就是回收碳酸清梗,因为回收碳酸清梗之后,这个碳酸清梗可以结合我们体液当中过度的瘀症。